Data Scientist 停!你相信一個成績普通、沒人賣、沒背景的文組畢業生 居然能在六年之內翻身成為德國上市公司的資深數據科學家嗎? 現在的我年薪台幣百萬、三年年薪兩級 成為公司史上第一位就著學士學歷拿到永久合約的Data Scientist 那你知道嗎?六年前的我是在台北外商公司被嫌棄、合約、差點不續約的職場廢材 今天我要完整拆解我的翻身密碼 如果你也正在職場卡關、懷疑人生 這支影片可能徹底可以改變你的命運軌跡 我是朱莉小芳,這是我的閒於翻身實錄 你有夢過這種絕望明明很努力,宇宙卻不回應呢? 2014年大學畢業,成績超級普通的我 當時還是靠著學姐的幫忙才進入外商公司面試 錄取之後,表面上在信義區、高級辦公室、月薪5萬台幣、21天年假 看起來超光鮮的對吧? 但是你知道嗎?我每天都感覺很煎熬,心裡非常的不踏實 身邊同事都是國外碩士畢業、儲備單部 而我只是一個小透明 公司要求找到晚走 穿得像廣告女主角 也要深淵人情世故 逢贏拍馬屁 聽了日文N1 日常主管卻說我比較適合歐美 每天加班到月亮升起身心疲憊 不斷懷疑 是不是我真的這輩子就注定這麼平庸呢? 最慘的是一年合約快到期 同事紛紛身子轉正 只有我卡在原地 連的希望都沒有 你懂那種輸在起跑點 再怎麼努力宇宙都不回應你的感覺嗎? 真的蠻崩潰的 就在我最絕望的時刻 命運給了我一個意外的禮物 某天去交儀廳啊 免費下午茶的路上 我在桌上偶然看到了一本 當期的商業週刊 以色列沙漠科技聖地這一本專刊 那一刻我的心深深的被震撼了 我想與其在台灣繼續當魯蛇 不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於是我報名了兩週 以色列南部沙漠當志工 在那片無邊無際的沙漠裡 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做自由 更震撼的是 至公結束之後 在特拉維夫的海邊散步 看到一群人上班時間 在海邊曬太陽 我好奇的問當地人 他說了一句改變我一生的話 這裡的人是為了過生活 而不是當生活的奴隸 那一刻我才明白 原來世界這麼大 普通人也可以有資格 為自己的選擇而快樂 我不需要在台灣的體系證明自己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發光發熱 回到台灣後 我徹底改變了一個人 我不再回應社會的期待 或者是聽從長輩的想法 我就是想要為自己決定做我自己 我瘋狂的加入以色列當地的台灣社群 主動聯繫外交部駐以色列的秘書 跟他取經 每個人都超熱心的幫我牽線 甚至介紹我認識當地的台灣企業 三個月後我做了最瘋狂的決定 拿出我全部的積蓄 買了一張單程機票 拖著行李兩次轉機 勇闖中東 在以色列的職場經歷 徹底開了我的眼界 我發現自己的可能性比想像的還大 我瘋狂開始自學城市設計 同時拼命學德語 目標鎖定德國 為什麼選德國 因為我看到歐洲科技業的崛起 翻身密碼第二招 技能多元化策略 不只是語言 更要有硬技能 我一口氣還投德國企業 面試了無數家公司 最後同時拿到兩家企業的工作機會 但這還不是終點 我抓住了AI的風口浪尖 連微軟的最終面試都打進去 最後在德國上市公司 拿到正式的工作合約 成為公司史上第一位精 用學士學歷 就有拿到永久合約的Data Scientist 三年內兩次升遷 薪水翻倍成長 回顧我的六年翻身路 總結出普通人也能逆襲的三大密碼 密碼一 敢於跳出舒適圈 不要害怕改變 環境有時候會限制我們的想像力 換個地方才能看見真正的自己 密碼二 技能多元化投資 語言加專業技能的組合 威力無窮 中、英、日、德加程式設計 在國際職場就是降危打擊 密碼三 主動建立國際人脈 主動參與社團 建立連結 每個人都可以是你在翻身路上的貴人 記住沒有人 就該天生平庸 只要方向對了 普通人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 如果你也曾經迷惘過 或在現實生活中 懷疑自己的人生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我會親自回應每一則留言 下集遇到我要分享我在以色列的職場實戰經驗 如何在沒有主場優勢的情況之下 殺出重圍 同時還拿到Google跟路透社的offer 你想知道我是怎麼在職場最低潮時 完成史詩集的翻身嗎 一定要按讚、點閱、開小鈴鐺 不要錯過我的 鹹魚三生日記 我們下集見 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